beach days turnin L.A. nights Sunshine let me get in the eye What's the time? It's the sign Realign, redefining my mind Beach days turnin L.A. nights Sunshine let me get in the eye What's the time? It's the man Realign, redefining my mind Hello 大家 今次的影片就來到L.A. L.A.的天氣很多時候都是超好 第一站就來到Santa Monica 好幾年前來過 我都很喜歡這裡 是一個很有加州陽光氣息的地方 就是一個海邊的碼頭 連著沙灘 而它的海岸線也是極長 是一個很出名的度假性地 而美國66號公路的路牌 也是大家必定去打卡的位置 它也是一條由芝加哥一路連接到洛杉基的公路 全長3945公里 而Santa Monica就是終點 這個路牌兩面都有字 所以影母背光那邊就會好看一點 這裏還有樂園Pacific Park 而這裏的摩天輪也是世界唯一一座太陽能的摩天輪 來這裏完全可以感受到開心的氛圍 這裏還可以感受到齊 那裏也還可以感受到齊 那裏的摩天輪是世界唯一的摩天輪 在裏面上的摩天輪 在一邊再加上一個個小小的摩天輪 然後再加上一個小的摩天輪 到了食宴的時候 我們原本想吃這間薄熊餐廳 Elefante 我們寫了個名字 但還不知道等多久 最後都決定不等了 直接去一旁的意大利餐廳 他們的師傅都是意大利人 雖然看上去好像很普通的 但這道意粉真的非常正宗 很好吃 最後我們每人還點了多一份 Tiramisu 好美味 跟我平時吃的不同 這個是很creamy 很特別好吃 反而我們試到有一間餐廳 下次真的想回去再吃 然後看起來 我會想到 你看他們 這樣子 就是 那星期间 你 ask me to stay over because you would feel lonely but you'd run cover up can't be honest because you're so scared and 你们都在哪里? 有点 You throw that in my veins When I see you on my screen I hate that you still hold m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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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for your mind and two for the soul Third eye open, you can feel when it's close Four dimensions sitting on the way to five, six cents I always ain't allowed Staying grateful to my nature and I certainly Realize everything's happened purposely And I'm sitting right where I'm supposed to be Being strong and high like I'm supposed to be And I get new space to just breathe A place to just be It's like I'll see the change It gave you what you need It's like just a dream I've just seen it re-arranged it I just need some time for myself to heal I just wanna film it 因為我們主要邀請Uber去L.A.大部分的景點 第一站去了最標準的Hollywood site L.A.可以說大部分的人都會去拍照的標誌 我們當日還看到別人在Hollywood site前面求婚 Hollywood site必去的格里菲斯天文台 Griffy Observatory 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天文台之一 重點是這裡是免費的景點 裡面的展覽可以看到不少天文知識和資訊 INFORMAC 五層 太好了 太好了 这里亦是一个可以附陷整个LA景色的地方 Lala凌电影亦是在这里附近 也可以看到远处的Hollywood side 它们外面的建筑也很漂亮 融合了古希腊的元素 例如这个圆拱门的设计 在这里拍摄一下 看看风景也觉得挺开心的 我们下期再见 吃午餐的時間又到,我們坐車到Downtown 來到這間叫做Great White的粉紅色餐廳 在Melrose那條街,整間餐廳的裝潢都很漂亮 很有度假風,我們坐在半outdoor的位置 有一點點陽光照進來,雖然很多天 但感覺整個餐廳的方圍都很舒服 不要以為這間是一間打卡的餐廳 他們的食物都不錯 煙三文魚的薄餅有點鹹 中和了洋蔥來吃都覺得挺新鮮 至於這個Blue Smoothie煲就是必點 顏色就好像海藥,好像加州海灘的感覺 味道都很清新和健康 其他食物和咖啡都正常好吃,值得一節的餐廳 吃完午餐廳,我們又回到OBA去下一個景點了 在Melrose的店主要都是一些潮牌和設計師的品牌 遇不到我們都看到不少一塊豬肉和不同顏色的牆 而我們的目的地就是在Posmeat這個粉紅色牆 不知為何這塊牆是特別出名的 我們又在這裡打卡 最後一個景點就來到Urban Light 在LA藝術館的前面 我們特地把這個景點放到最後 原因就是我們想傍晚時間去 可以補足開燈的時間 結果真的被我們等到開燈了 不過那天還不是完全黑曬 如果全黑的天,加上開燈應該就別有一番風味了 那這條LA之旅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vlog 還有可以給我like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bye 我們下條片再見